那麼多業績當中,廣交所的業績是最難解僱的 因為很多都是在預期之內 廣交所在港股上市上透明度最高的股份 透明度高,好處就是你會容易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好處就是變得很難解僱,因為大家提早知道 你看回有A-stock的報價機,有不同平台的報價機上面也好 你看到廣交所現下段的歷史市盈率是高得很厲害的 但預期市盈率上面會下降得很厲害 因為上年基數比較低,隨著投資環境改善 再加上互聯互通,甚至未來來說,有很多中概股回流 你看到近期IPO市場上也有很多,有什麼白酒股等等 我自己去遞假,業務固然是有個好轉 但優惠先了很多,所以這類型股份我覺得未必出現一個大升狀況 但如果短期的市場有機會短期來說好一點的話 廣交所這些位置絕對有機會見底會升 所以有貨的,絕對建議炸主 購市不穿250片,320元左右 抵博的這些位置可以反彈 但不會彈很多 短期來說可能阻力位在340元 335元左右這些水平 看著這些目標 海 lur絲 經營 主